歡迎收看我不科拿鐵頻道 今天是莫非生存的第107集 這集要帶大家來看一下未來有可能重大的改版的部分 因為現在官方已經有釋出了大載4張圖片 在Facebook跟其他平台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來透過這些圖片了解一下未來改版會改了什麼 好首先我們先看到我們現在的遊戲上方 這些都是一些正常的地方 就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可是我們現在還有不能過去的地方就是這個河過去的森林 包括這個家鄰居家還有這邊的森林 這些都是過不去的 好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官方的新的照片吧 現在上面有看到就是有三個新的地圖嗎 這部分就是官方新開發的 所以應該是會套用在未來的場景上面 現在看到這一個啊 它也是雪地的場景 然後雪地的場景它就只有三個 所以一定應該會有一個是城鎮的部分 一個是森林 一個又有像是荒野森林在 礦石 採礦石 採礦石 之類的地圖 所以這應該分了三個 目前這樣看啊 應該會分成礦石 森林 跟 居家 居家 就是 應該算是小城鎮 然後這部分不知道 不確定會不會是 鄰居家 或者是說 是一個開放城鎮 或者是一個 新的場所 會有什麼任務啊 之類的 在這個上面 是有可能會發生 比較大的變化 這是我們不曉得會有什麼 因為現在已經有汽車事件了嘛 那也有可能會有一些群居的東西出現 對 比如說其他AI啊 或者是說 鄰居家 之類的 這都還不確定 好OK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圖呢 就是官方釋出的 草稿圖 這草稿圖應該跟我們之前看到的 服裝的部分有點像 我給大家看看這張 這張的部分就是有點像是 未來的 服裝啊 你必須在冬季的時候穿這些服裝 不然有可能有機會 你會因為 天氣的溫度太低而損失亡 所以部分 像你出現的這些 服裝的 類似sample的東西 然後 未來我們可能要收集很多動物皮啊 跟布料 這樣才有辦法製作這些東西 大致上的話呢 這張草稿是 一些他們自己寫的數據 這語言的部分我稍微翻過 翻不太出來 如果說你今天知道說 它裡面寫什麼的話 你也可以在我的 這個影片下面留言 告訴我 好大致上來講 這就是他們現在未來要開發的 模組 所以他就先做個炒稿 再來最新是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就可以充分看到 這個場景的部分 稍微放大一下吧 放大一點的話你可以看到啊 這個地方 就是 很像機車聚會 這個很像機車聚會 這看起來是在上面的 地圖上面有一個森林 是類似雪景 所以官方有可能就是要在 在冬季的時候做個改版 應該會 改地圖的版本 好 我們來看一下位置 可能會在哪裡吧 如果以剛剛那個 畫面來講 機車聚會應該會在這裡 所以他應該會在這附近啊 上面的部分會變成雪景 就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區塊 會變成是雪景 這些地方 對應該會以偏上面會變雪景 只是上面的地圖還過不去啊 所以說 如果他改了雪景的話呢 或許會開放一些 船隻 或者是ATV開放 或者是 游泳過去嗎 這些都可能 因為現在有潛水的裝備出來嘛 所以有可能 有很多方式會讓我們過河 只是說 不確定他會在什麼時候改版 或者是在最近的更新中就會改版 所以我們就可以稍微 注意一下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有一個森林嘛 然後就有一個獨立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比較像是在 上面 地圖上面的部分 看一下 會是這一個嗎 因為看到樹木量 差不多是像這個 那如果是這樣講的話 應該會在上面這裡啦 差不多預估在這邊 不然就是上面這一區都有可能 因為這邊沒有森林啊 不太可能在礦場這邊 會往森林這邊上面走 然後會有一些雪景的安排 配合現在的冬季吧 就是官方可能想要跟我們現在的季節連線 讓我們有自身於 遊戲世界裡面的感覺 好 大致上來講呢 這是新的四張圖片 這張四張圖片把它結合在一起 給大家 一次看得清楚 就是知道 冬季應該會有一個大改版 改版的部分 就是會以場景為主 然後有新地圖開發 新地圖的話呢 就會有氣溫的問題 氣溫的部分你就要小心 如果你今天空裝可能瞬間就會 GG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 好搭上這集的話就是要講這些 再來題外話是這裡 之前有講到女角的部分啊 很多玩家問我說什麼時候會有女角 給大家看一下女角圖是長這樣子的 可是女角的部分啊 官方也沒有 他說模組直接都做好了 可是沒有確定什麼時候開放 所以大家可能要期待一下 因為你看到他這邊有 基本圖裝都在這裡了 對啊 大致上來講未來可能會開放 那你有機會 換 性別 對換性別的話呢 你這樣應該會蠻有趣的 各位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 而且連髮型都那麼多 男角都沒有啊 男角都沒有這些髮型 好沒關係 這大概是開發模組啊 所以大致上來講 像很多東西都還沒有出來 像這個 動力裝備這個東西 也還沒有出來 這有可能可以直接跟泰坦PK了吧 這是之前技術我有講過的東西 順便帶一道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官方其實還蠻用心在做 改版這些 很用心連地堡很多東西都開掉了 我們要重新去發掘一些 位置 然後目前地堡部分啊 很多 你們 大概知道的一些點都已經沒有了 不過 還是可以用你的技巧 不要忘記我們還有弓箭 還有你的實力 還有你的技術技巧 包括縫隙打板 而且都很適合 你去打地堡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啊 大致上 雖然改版還是會有很多玩家 會協助你怎麼去打那個關卡 包括你可能跟同學跟朋友一起玩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情報也不錯 甚至你可以在我頻道中看到很多情報 好 大致上今天這集呢 就要介紹就是 未來雪地場景會開放在這個地方 差不多在上面這個位置啊 森林這個附近 不然就是過河而已 然後過河的話 那他就一定會開放 交通工具讓我們過河 好 這集呢就是講未來改版的部分 的重大更新就是會有地圖上的變化 雪景的部分然後服裝的部分 大家記得你的皮料一定要趕快多收集一點 不然可能未來呢 你沒有動物皮的話會很難 很麻煩 這個動這個一定要先做工作桌 動物皮的這個工作桌 然後需求量變大就是 動物皮跟服裝 會用到的材料 像繩子啊 高級布料這些 你們可能都要先製作 包括鐵 鐵塊 你們要先製作 好 然後現在目前來講啊 一樣是只開放到 我們看一下喔 這套服裝 跟這套服裝 這套還沒有開放 因為這套的這個是不能做 包包的部分呢 也不能製作 對因為這個還沒有開放 這個 金屬還沒有開放取得 他應該是鋼 好 這集呢就介紹到這邊 也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集的介紹 謝謝大家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我們下個遊戲見囉 掰掰 掰掰